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析仪器还有电子舌跟电子笛 对挥发物质跟风味物质的测定和比较进行分析 发表在2022年分子《Molecular》期刊里 主要比较的三个品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黑刺 猫山王以及泰国的金枕头 样本是经由产地使用液氮处理后空运至上海 使用多种先进的分析技术 包括质朴分析 还有高效层息等方法仪 全面地评估流连的香气和风味成分 另外 使用电子舌跟电子笛来进行评估 并使用统计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这些研究有助于流连的推广之外 以及让大家实际地了解不同品种的流连 除了个人主观认定之外 也了解真正的差异点在哪 这是电子笛和电子舌的操作原理 它们的传感器对气味分子和味道分子 如甜 咸 苦 酸 鲜等具有高敏感性 当传感器检测到这些分子时 其电阻和电导率会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会被转换成数据 并与数据库中已知的分子特征进行比对 从而识别出气味和味道分子的种类 一期侦测出的流连果肉香气物质 各有其独特调性 在这三个品种中 总共检测到49种挥发性物质 其中黑刺占25种 猫山王占35种 金枕头占39种 流连风味的强弱 并不取决于香气物质的多寡 因此 尽管黑刺和猫山王的挥发物质少于金枕头 它们的风味香气与金枕头 依然存在明显的区别 关于猫山王 我们标出了这三个黄色部分 这些是猫山王独有的香气物质 且均属于寒流化合物 寒流化合物的多少 决定了风味物质的差异 红色的这些化合物 在不同水果中普遍存在 例如 丁酸仪纸和丁酸饼纸 在苹果和香蕉中都能发现 尤其是甲基丁酸饼纸 是啤酒花和榴莲香气的主调 一些寒流化物的二乙基二流或三流 则贡献了蒜味和葱鼠香味 也是榴莲独有的香气组成来源 与奶油风味相关的 最关键的部分 来自于丁二酮和抢鸡丁酮 这两个化合物 它们赋予了水果 一种奶油或牛奶的香气 另外 我们来看糖类物质和有机酸 糖类也是构成榴莲成熟度的重要指标 蔗糖是榴莲中含量最高的糖类 尤其是黑刺的蔗糖量 是其他品种蔗糖含量的三到五倍 有机酸除了作为代谢途径的前驱物或中产物外 还会在果实中积累 并且是重要的风味贡献者 在三个榴莲品种中 共检测到27种有机酸 其中琥珀酸Succinic acid出现频率最高 尽管塔塔酸Tartaric acid 在每种榴莲中的含量较低 70到200ppm 但由于它是全方位的风味贡献者 因此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有机酸 除了在柑橘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奎宁酸Clinic acid之外 它在榴莲中也普遍存在 因此 不同酸味物质的组合 加上前面提到的挥发性物质 共同造就了榴莲具有复杂且强烈的挥发性风味 味道来自于氨基酸的种类和含量 它们是风味的主要贡献者 在三个榴莲品种中 含量最高的是天门东氨酸Aspartic acid 在黑刺和猫山网中出现的最为频繁 其含量可高达6700ppm和4600ppm 不同的氨基酸具有不同的风味特征 有些氨基酸带有甜味 酸味 苦味或鲜味 在这四种类型的氨基酸中 黑刺的含量总和是最高的 这也说明了黑刺品种风味的独特性 大家通常会关注榴莲的苦味 尤其是在一些老树品种中 这种苦味更为明显 从带有苦味的氨基酸来源来看 晶氨酸Arginine 易量氨酸Isolucine 量氨酸Lucine 甲硫氨酸Mephinine 和血氨酸Valine 这几种氨基酸都具有苦味 特别是在黑刺品种中 这些苦味氨基酸的总含量较高 因此 黑刺不仅具有甜味 还带有一些苦味的回甘口感 我们使用电子笔来分析所得的雷达图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品种 黑色代表黑刺 红色代表金枕头 绿色代表猫山王 结果显示 电子笔对不同挥发物质的响应几乎重叠 显示出香气成分有很多相似之处 然而 尽管香气成分相似 挥发物质的浓度存在差异 因此整体风味的构成也有所不同 使用电子笔的数据做一个统计分析 组成分分析使用了两个组成分 一个是挥发物质 另一个是风味物质 两者能够分别解释60.88%数据的变异性 反映了样品之间具有主要的差异 那第二个组成分 是能够解释35.8%的数据的变异性 这说明通过挥发物质和风味物质的组成分分析 能够明显地区分这三个品种 这个表展示了电子舌的结果 分析了甜味、酸味和鲜味 数据显示 黑刺的甜味值最高 而金枕头的甜味值最低 酸味的数值均为负值 其中有一个临界值为负13 如果数值低于这个值 则没有感受到酸味 所有的酸味数值都在负25以下 说明榴莲的酸味口感较低 可能是其他风味掩盖的结果 鲜味方面 金枕头的鲜味物质含量最高 而黑刺的鲜味物质含量最低 这些结果让人们对不同榴莲品种的味道特性 有了数字上量化的认识 最后 我们总结了三个榴莲品种的挥发性物质检测结果 包括22种之类 13种硫化物等 虽然黑刺榴莲的挥发性物质数量少于其他两种 但其整体风味和市场主观接受度仍然是最高的 二甲基饼酸移植是金枕头和猫山王中含量最高的支类化合物 其香气特性明显 呈现热带水果香气 研究还验证了电子笔和电子蛇在区分榴莲的香气和风味特征方面的有效性 这些仪器的结果与分析数据一致 表明它们可以作为客观的评估手段 电子蛇感知的甜味在黑色榴莲中最高 而酸味在三个榴莲品种中都比较弱 研究结果使我们对榴莲的风味和挥发性物质的组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并且能够直观地反映不同品种之间的接受度和价格差异 这些客观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榴莲的风味特征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